你好,欢迎收看8月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路易卉 为了提升全民防卫动员机制运作效能 入军华东防卫指挥部的指挥官李荣华 花莲县后备指挥部的指挥官张余德 拜会了县长徐征卫 说明国防部即将成立全民防卫动员署 未来会强化中央部会和地方政府协调整合功能 而县长也感谢军方常年来积极投入防疫救灾工作 落实居民一家 也期许未来地方政府机关和军方合作胜利 保障花莲相亲的生命财产权益 为了提升全民防卫动员机制运作效能 入境花通防卫指挥部指挥官李荣华 花莲县后备指挥部指挥官张余德 拜会县长徐征卫 说明国防部即将成立全民防卫动员署 未来强化中央部会与地方政府协调整合功能 花莲部指挥官李荣华首先报告 全民防卫动员署将成立的好消息 而且功能是以行政动员 以及军事动员政策 规划以及督导协调的职责 以专业分工专责督导方式运作 强化中央部会与地方政府协调整合功能 发挥全民总力执行全民防卫动员的任务 现在许中会肯定全民防卫动员署成立的必要性 并且感谢国军驻地单位除了平日加强整备工作之外 在花莲每逢台风 训取协助山区乡亲进行人员疏散或在后附近的工作 吸手打造幸福家园 树立军爱民民军军的联办 现在许中也鼓励国军僵士们在营进修 幻健福工会培育国军人员第二专长班 不仅保障国军退役生涯规划 也可以无奉接轨投入职场工作 让军人员在退役之后 能够有一期资产开展世界第二春 让优质人才都能够留在花莲发展 记得中文华主导